希腊屠杀纪念日Great Genocide Remembrance Day是一个悼念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遭受的大屠杀和驱逐行动的节日 这个节日于2014年设立,每年5月19日举行 以纪念1914年至1922年期间奥斯曼帝国对希腊人的暴行 在这个节日中,人们怀念那些失去生命的希腊人,并重申对希腊民族的支持和关爱 在1914年至1922年期间,奥斯曼帝国对希腊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驱逐行动 这些行动主要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部分,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在这段时间里,奥斯曼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暴行 包括谋杀、强迫迁徙和战争破坏 这些行动对希腊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估计有100万希腊人被杀害或驱逐 希腊屠杀纪念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这些失去生命的希腊人 并提醒人们这段历史的重要性 在这个节日中,人们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包括瞻仰纪念碑、举行纪念集会和举行宗教仪式 这些活动提醒人们那段黑暗的历史 同时也表达对失去的希腊人的敬意和怀念 此外,希腊屠杀纪念日还提醒人们现代世界面临的种族灭绝问题 希腊屠杀事件是20世纪早期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事件之一 提醒我们不能忽视种族灭绝的危险和影响 通过纪念这段历史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上的错误 同时也能为未来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和平等的世界 在希腊屠杀纪念日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在这一天,许多人会穿着黑色的衣服 怀念逝去的希腊人并参加各种纪念活动 政府部门也会在这一天组织相关的纪念活动 例如,举行纪念仪式和瞻仰纪念碑 这些活动旨在提醒人们过去发生的事情 以及这些事情对希腊人和全世界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希腊屠杀纪念日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 许多国家和组织都会参与纪念活动 以表达对希腊人的支持和关注 在国际层面,这个节日提醒人们 不要忘记那些被屠杀和驱逐的人们 并进一步反思如何保障人权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总体而言,希腊屠杀纪念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对希腊人和全世界的人们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通过纪念这段历史 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种族灭绝和人权侵犯等问题的危险和影响 并进一步思考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和公正